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表示 在国安法的震慑下 港独黑豹等现象大大减少 香港市民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 截至6月12日 警务处国安处已以违反香港国安法 拘捕109人 其中62人已被起诉 涉及11宗案件 中央出了手是用组合权 去把香港一个乱局控除了 之后也用选举制度的优化 把我们整个市政的障碍排除了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国安法前 大家记得2019年 我们香港受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老百姓人生往往 担心自己的安全 汽油弹每天都有风险在认 那么交通瘫痪 机枪瘫痪 隧道瘫痪 大家都看到了 国安法把安全带回来香港 这个表示什么 乱局控制了 国家安全风险 据香港警方统计 2019年 2020年 罪案数分别同比增长9.2% 6.8% 而在今年第一季度 罪案数同比下跌约10% 李家超表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使香港迅速回复安全 稳定 成绩有目共睹 香港国安法 也使香港经济重新出发 稳定的社会 更有利香港把握 十四五规划纲要 所带来的机遇 使香港更好地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维吾国家安全法 对香港非常重要 大家都可以看见 有了国安法以后 香港社会变得稳定了 反中乱港的人呢 都不敢应来了 而且呢 你看见 我们有了法律这个武器 对一些往后 破坏国家安全的人 我们可以按照法律 绳之于法 第二点呢 为我们香港一国两制 长继久安 起的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 国安法发挥的作用很大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不保护本身的国土的安全 组成 还有就是国家发展的利益 中国香港都不可以例外 所以这个漏洞一定要补上 还有因为没有国安法 给人一个机会 在香港搞颜色革命 有了国安法 我们的指报 自论 社会稳定了 才可以繁荣 一国两制 才可以行稳 自然